打開電子鍋鍋蓋嚇了好大一跳 怎麼鍋子裡會有棉花糖 白色絲狀體圍滿整圈鍋子 拿到水龍頭下沖洗也不會馬上融化 原來這些都是黴菌菌絲 民眾推測可能是前一周使用黴洗乾淨 才會導致發霉 家裡用的電子鍋可得好好清潔 我一定要把三蓋拆下來做清洗 這三蓋要做清洗 然後這個旁邊會有一個膠圈 膠圈也是旁邊都要去做一個擦拭 因為避免會有些水氣 會在這邊沾的時間過久以後 它就會放緩 然後放緩以後 它其實它就會有黏著霧 電子鍋煮完白飯 鍋蓋上都會有層水蒸氣帶上來的浮沫 因為鍋蓋難以拆除 所以大部分都會使用濕墨布擦拭乾淨 就連鍋邊的膠條也不能偷懶 免得藏污納垢 本身我們煮完米飯的時候 它可能還會有余溫 然後會有潮濕的感覺 那如果你馬上把那個 山蓋直接蓋下去的話 它會造成裡面會比較容易發霉 一般電鍋會在外鍋加水 用水蒸氣將食物蒸熟 電子鍋則是透過電能來加熱 偏向乾烤 為了維持烹煮時的一定溫度 因此電子鍋蓋蓋上食藥 確實密閉 使用一段時間 你還是要記得拿起來 拿布去做這個擦拭 因為如果你沒有做擦拭的話 它下面就是會造成 會有些水氣 好悶熱 會造成 當然它們是最喜歡居住的環境 無論是電鍋還是電子鍋 用酒都會有食物殘留的味道 可以在內鍋中水滴入幾滴白醋 加熱煮沸去除異味 免得破壞了美食風味 既有黃家衛 謝偉宜 台北報導